起先也是非常的冷淡 可是后来这个议题 在我们很多志工不断的摆摊 跟各地的民众这些不断的游说 最后气势上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定 这个公投会成案 桃园大潭藻礁公投联署 在3月10号最后收件日 共募集近70万份的公投联署书 但在这场公投联署中 要将70万份的连署书造册 可说是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这项繁杂的工作 都是靠着一群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志工团 夜以即日的帮忙整理才得以完成 这是我们游戏来收购最多的邮件料 包含就是平信括号 我们是大概24箱 然后再加上两箱的包裹 所以总共是26箱的邮件 看着邮差将一箱又一箱的连署书 搬入空间不大的连署站 几乎都快把他走到全站满 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 每个志工们丝毫没有疲态 熟练的拆开信封 取出连署书 将他们一一造册 那我们预计今天应该也要拆两天 才可以把整个邮件都消化完 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在每晚9点 从珍爱桃园藻礁 连署上 看到最新的连署书数字 这些统计资料都是每天约70位的志工们 亲手一张一张整理出来的 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 及时的了解连署状况 为连署做最后的努力 因为人手不足的关系 每位志工还要身兼多职 除了要忙着将连署书造册 还要到现场协助民众前连署书 甚至要到各地白摊宣传 这些无名英雄们 大多都是桃园当地居民 部分男女老幼都是自发型的帮忙 有的人早上送完小孩去上课 就立刻直奔连署站帮忙 一路忙到小孩放学才充满回家 生怕连署书造册的进度毁落后 我们大部分都是志工 所以也没有办法强制的要求 但是大家一知道 我们就变成缺人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尽量想尽办法 所以有些人就下班以后过来帮忙这样 在整理连署书的这十多天以来 最让诚意化感动的是 民众在询问的电话中 一句简单的谢谢你们 辛苦了 加油 就可以让他随时充好店继续奋战 他也提醒大家 现在连署书已经送到中选会 因此希望关心大潭藻礁的民众 别忘了在8月28号公投当天去投票 走完这最后一礼路 所有的抢救藻礁的行动 都会是理性而善意的 这是一场粉红风暴的公民运动 对于这次藻礁公投联署 能够收到近70万份的联署书 突破原先的目标35万份 公投领先人潘总正分析 不管是来自网红的分享 还是在野党的支持 甚至是大学生自发展开的 粉红藻礁风暴摆摊深远连署 都让民众激发起保护台湾这片土地的投资心 我在台大救藻礁 再加上行政院长苏贞昌在2月底受访时 把藻礁保育的责任甩锅给前一任的马政府 以及面对网路上一连串的抹黑 顺势敲热了原本环保的冷议题 让民众的同情心大爆发 纷纷参与公口活动 尤其在228连假期间 连署书一期间爆发性成长 连假过后数天收到的连署书就突破50万份 让环团士气大震 政府也终于开始真实藻礁保育的议题 急着想透过管道和团中正及环团沟通 赐着安抚这股已经爆发的民间力量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经济部做了许多的梗图 那里面是错误资料摆出 然后就造成了很多的网军疯传 然后我们真的是受到了许多的 Moeira攻击 但是这个都不会改变 我们继续要把藻礁抢救下来 这个公投要一直努力走下去的决心 虽然目前藻礁公投连署书已经送件 但环团真正的考验现在才正要开始 为了8月的公投做准备 潘中正现一规划成立智库 培训核心干部以及准备碎帖 并积极培养藻礁的环保志工 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藻礁生态 这一场公投可以成为一个无色的公民运动 就是所有你关心藻礁 关心我们环境生态的朋友 如果想到我们下一代子孙的权益的 都可以一起来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